你好,我是欧元韻 我是台湾台北人 我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 曾经在广岛大学教育研究所年书 常常有人会问我 为什么我学习的地点 留学的地方会选择是广岛市呢 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 因为当我要留学的时候 我的母亲只有告诉我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东京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不可以选择东京的学校 第二个部分是他告诉我 一定要进国立大学 因为我在台湾的大学的时候 我是日文系的 那个时候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日本的校内暴力反社会行动 所以其实我对于教育是非常有兴趣的 因此我就跟我学校的老师商量说 几样的学校不是在东京 又是跟教育非常有名的呢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老师都推荐我说 广岛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叫我去试试看 因此我马上就将我的毕业论文 然后写信到广岛大学 后来成为我的教授的Skipuna先生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跟我说 如果说半年的研究生 我可以考虑的话 欢迎我到广岛大学来 那个时候我就不假思索 马上这里行李 那就到了广岛来了 很幸运的我经历了半年的研究生 还有后来的两年的院生 也顺利拿到的硕士的学位 其实呢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 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日语 不是心理学 为什么他要收我呢 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告诉我说 因为他有一个学生是台湾人 这个学生的表现非常的优异 而且非常的认真 所以他对台湾的同学有非常好的印象 当我将信寄给他 他收到的时候呢 就决定给我这样的机会 因此呢到现在呢 我还是非常的感谢那一位森拜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想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实际上来讲的话 心理学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科目 可是呢我记得我的老师呢 经常呢就是用英文跟中文来鼓励我 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Not my mind Not my mind 不得那的快快 或者是Not my mind 其实呢一直他就是告诉我说 叫我不要着急 可是呢也必须要按入就班的 好好的来学习 其实这一句话呢 不只是在学问上面 对我的人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毕业之后呢 我在广岛大概再住了三年半左右的时间 后来就回到台湾 我首先加入一家 日本非常大的人力公司 工作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十年前呢 我自己创立了 晚虎国际顾问有限公司 这一家公司 那这一家公司呢 其实最主要呢是做 社员教育研修的部分 还有呢就是协助一些 日本的企业到台湾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地方政治 地方团体 然后在台湾的窗口 那我非常开心呢 就是在今年六月份呢 我也成为了广岛产业振兴机构的台北的 Adovizer 今后呢我跟广岛的企业的关系呢 会更加的密切了 广岛大学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也被称为Super Global University 那而且呢广岛是呢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环境 有好吃的食物 然后有好的空气 然后有很好的人文的环境 如果现在你看 你正在目前看到这个video 是已经是广岛大学的学生的话 我要这边恭喜你 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你还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建议你来到广岛大学 相信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们一起加油吧